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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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是一个虚片的论坛 希望我加上内脑计算芯片现状于挑战 我最后用了内脑计算这样的一个题目 实际上是由于最近我对于内脑计算 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历来解军举办的东西都是叙事件 他对文科对于思想是特别的顾问的 他经常写一些我特别喜欢的东西 所以说借这个题目的也和他交流 我们讲内脑计算那么好不了一点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做内脑计算 尽管国家脑计算马上就启动了 内脑计算是一个重点 但是内脑计算到目前为止还是小众 而且好多搞机器学习的人 并不认为这个方向 觉得我们从机器学习这个角度走 就应该能够走得很好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为什么 那么随着说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们来做内脑计算 第二个 内脑计算做什么 再一个呢 可以跟随着做 大家知道 国家脑计算法 这个名字叫 《脑科学与内脑研究》 古号 中国脑计算法 叫一体两异 脑认知 脑疾病 内脑计算 当然现在加了一块 幼儿 幼儿 法律这一块 为什么加上内脑计算 因为五年前 实际上七年前 就开始运让回来脑计算 当时只有两块 一块是脑计算 一块是脑计算 一块是脑疾病 但是回答不了 国家领导人一个问题 就是给你十五年 给你几百的亿 你们的目标都打到 国家竞争力 到底有哪些条 因为国家把 当时叫六加九 现在叫六加十 是比做阿波罗 比做曼哈顿 那么想法是 这一个项目做成功 国家的竞争力要有明显的地方 但是后来 加上了内脑计算 它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数码里头 实际上我们做研究 特别是在清华 我们的电脑中心 七个院期五十个教授 五十多个教授 每周半天在一块讨论 其实我们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 我们现在的世界到底是什么 它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 未来会走向哪里 这是我们始终是在考虑的问题 那么 无疑点 那就是这个数码宇宙 它发展得非常快 始终是每两年翻一翻 大家想想 这个时候是个很可怕的一个事 我们过去 就是知识 这个信息 非常的重要 这个 这个 知识就是力量 信息就是财富等等 但是现在 大家知道 信息是爆炸的 中国有句话叫物极品法 中国有句话叫物极品法 就是它大到一定的程度 它会带来不一样的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是什么 但我们始终是在思考这个 再一个 这个数据呢 它又大 多样性 变化快 更重要的是 每年它有很多的 新的数据的误助 再一个 它停不下来 它一直往前走 从不退步 这是我们面对的现实问题 另外一个 从技术上讲 对吧 已经讲了 冯德英文架构 冯德英文是个天才 是个天才 当时 就提了这么一个架构 非常简单的架构 但是指引了我们 半个世纪 非常漂亮 我个人觉得人类历史上 假如哪一个 人工类的架构 对人类历史 起了最大作用的话 我是不太一套 但是它也带来一些问题 由这个架构 我们可以 推断 利用无理萎缩 去 作为驱动力 推动这段 一代代的向前发展 但是 无理萎缩会到头了 对吧 一开始的话 计算机 计算机是为了计算 而建造 而我们现在更多的是 做数据处理 信息处理 那么 未来会怎么走 另外一个方面 人工智能 发展非常非常地快 但是有人又说 人工智能可能 又要到下一个冬天 会吗 会吗 我觉着不 为什么 因为不是说 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一定是 要这样重复的 它即便有 也会有非常常用的办法 为什么 很简单 我们前两次 前两次下来的时候 是因为 没有和应用真正的结合起来 现在是和应用真正的结合起来 所以我们的一个节目 短期之内 短期之内 它会发展的越来越快 所以说 这是我们的一个预告 当然 这样发展的很快 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我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 马航 马航是这样 当时发生的时候 我们有全世界所有的数据 时间从天空中 所有的信息 但是 即使我们知道马航出事了 为什么我们找不到马航 对吧 还得靠人来 一个小片就能够判断出来 那么到底我们人和现在 强大的计算机 它的差别在哪里 比如说 这个地方 如果你不知道 2008年8月8号晚上8点 在鸟巢发生过什么事的话 你实际上看到这种女士 没法理解 也就是说 你需要根据你的知识 来做推断 对吧 另外一个问题 你看到百度翻译 我随便摘了紧 你会看到 简单的句子 它早就已经超过人了 但是 稍微复杂一点 再转折就不行 为什么 因为 我们是建立的一个硬设系统 假如说一转折一带随 那就不一样 也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翻译 它实际上没有理解 只是一个因素 只是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 比如说 现在已经输入已经很好了 但是你停在那里 它就判断得出来 你是停了 还是你是中间的一个坚持 为什么 我们人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有所有这一切都指向 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问题 只要你满足充足的数据 确定性的问题 完整的知识 静态 单一个系统 你就可以 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总线有个系统 像围棋 19乘19 什么叫赢 什么叫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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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你就可以解决 但是想让一个机器人 从这里出去 往门外去 知道了个简单的事 可以搞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弄了好多年 才建立了我 对吧 我怎么出去 门在哪里 这个窗子在哪里 你的位置是怎么回事 等等等等 它别在哪里 这是需要一个 分用的智能盒来控制 另外一个 很多学位移植出来 目前的这个系统 不可解释 我们人是大错不断 小错不断 可是更好到的 小错不断 但它出一点小错 那就是个大的东西 既然 它有这么多问题 那么 应该怎么解决 亨坤老先生 这是迪哥林的鼻子 对吧 他到前面都看到这个 他到前面看到这个 他就说 你必须把脑和寄生器 这两个东西要结合起 你才有可能 找到这样一条位置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因为我们现有的系统 它有一些 放到门口的 徒径 所以说 去年 十月份 在 Essian Competition 上 2007年 两个特点养的 得主 发了一件长文 他的结论是 他们的结论就是 计算机体 将迎来另一个荒芒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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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 现有的技术 从中在第二部通往是在做的 专有的东西 在人工挺好的 但是 这个 专有的证明和通往的证明 是有非常大的差距 好多好多的人 实际上 不同意的玩意 他们不认为如何建成 人工通往的证明 但是我问一个问题 基于看这个自然界能构建一个 通用智能系统 平常的灰 而且我们通过灰 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系统 所以说 从原理上讲 没有任何的东西 能够阻碍人工通用智能的发展 这是我们的信念 所以说 对于我们来讲 去发展 内脑计算 是去发展一个支撑 未来人工通用智能的计算框架 这是我们的理念 为什么呢 我觉得是这样 以史为尽 我们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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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這個領域 真的是這樣嗎 這項目我相信大家非常地熟悉 人工智能 三起兩落 後邊兩起都和腦有關 第二起 簡單的連接 第三起 Hairachis Quart 對吧 對吧 我們蠢我們不能 一二再再二三地犯錯誤 人工智能的發展 就是藉助於腦科學當中的 一些非常簡單 非常 fundamental 的一些東西 剩下的都是一些技術 但是思想 破冰性的東西 反而是更腦有關 這邊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我個人的經歷 我是2006年 當時我在新加坡 逐立地開啟了這個方面的一份領域 做定量計算 我當時 一做這個研究 我發現這個理由和過去我說的理由不一樣 它沒帶有什麼reference 你需要自己去摸自己去寫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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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一起呢 我有點 有策略休假 因為當時覺得有點鬱 覺得路不知道該怎麼走 後來呢 我就去爬山 我爬山呢 我覺得有路挺好走 後來我就想 誒 我故意把自己走丟了 走到一個沒落的地面 因為當時這就是我的心境 我的心境 就是說沒有路 我在這地方 雖然沒有路 怎麼辦 後來 我走沒落之後 我就想到了一條路 怎麼想到呢 那我就看那個方向 看那個方向 今天根據太陽 我看了這個方向 我盯著一個方向 我就一直走 一直走 後來走出來 走到一個高速公路上 後來走 人家把我搭車 把我載回去 好像一次啊 我去找一個沒太陽的事情 我又故意讓自己走多了 這時候沒有太陽 怎麼辦呢 我後來又想了一招 又想了一招是什麼呢 就往高壁走 就是找到最高的地方 我就能夠看準一個方向 我就盯著那個方向 一直走一走 就又走出來了 這個寒假 那我在家裡仔細地想 那兩招應該怎麼走的時候 重新回顧我個人的這個經歷 我得到了一點啟示 得到了一點啟示呢 方向標很重要 當我們想去發展 人工通用智能的時候 什麼能給我們指定方向標 只有大力 為什麼 因為到目前為止 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所知的唯一一個人工通用智能的系統 就是大力 所以從這樣一個角度分析下去 我堅定了這個信任 就是一定要做內腦計算 一定要從那中得到啟發 當然你是天才 天馬行空 去想 不是若沒可能 對於一般的人 我們做事情 實際上 我們總是有個藉件 有一個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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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一點體會 那麼說到內腦計算 其實大家正常會爭論 為什麼叫內腦計算 為什麼不叫黃腦計算 為什麼不叫神經形態來計算 是這樣的 英文上其實很好來建立 英文上它有臉 一個叫Burnin Spire 一個叫Burnin Light 一個叫Burnin Light 我記得曾經和張老師有一次對話 更多的是Burnin Light 張博言 更多的是Burnin Light 這是一個技術物學 沒有是對誰錯之分 但是你要想 這個方向的話 最好用一個詞 從英文上來講 從英文上來講 Burnin Spire 那肯定喊開 你不能來的 對吧 因為它更寬泛一些 再一個呢 你做一個事情的話 我們總想把那個事兒說得簡單 朗朗上倒 所以最終我們用內腦 這就是它的儀物 主要的是說 就是這樣的幾個考試 大家都知道 人工智能我們說 補合三要素 數據 算法 算力 更改 真的是這樣 我呢 就是 這個 始終是在想 其實 如果你談到這三要素 已經到了技術層 更重要的是思想層 理論層 這個層面的東西 其實是更重要的 大家想想 我們2006年以前 誰好意思說自己做AI的 誰好意思說自己做人工神經網絡 對嗎 大家也是做一樣的東西 對吧 但現在不一樣 現在大家 都得自己標榜 為什麼 思想轉變 對吧 思想最重要 所以 如何從腦和大腦的對比當中 發現那些最最基本的原理 還是最不可能 如果你把那些東西 確定得好 後面是工程的問題 反而好 解決 這就是剛才鐵巾 在談到架構時候 表達的那個思想 因為你要搞這麼一個架構的話 你需要好好地來看看 內腦計算到底要做事 大家注意 我現在把內腦和計算分開 我過去一直把這兩個東西放在一起 這個東西經過4號之後 我把這兩個東西分開 內腦是思想 是原理 需要借助腦科學的原理 來建立一個 未來計算架構的一些指導思想 這是內腦的原理 如果這個確定下來 如果這個確定下來 我們就可以構建一個 好的計算架構的計算系統 所以我把這兩個分開來考慮 一旦把這兩個分開來考慮 你就會放掉計算 就是先來認真地去想 那些方向的考慮原理 到底應該做什麼 經過一些思考 我會發現很多東西 有趣味的東西 很多很多重要的東西 那麼時間關係 在這裡就不仔細講了 就是說我想提醒大家 就是要把這兩個東西分開 先想放到門口的東西 然後才是技術層面的東西 當然了 2006年 鐵軍給它們命名 列腦計算機的原理 出了單管計算機 美國、德國、英國、英國 各有自己的架構 所以說這個領域是個特別好的領域 為什麼 就是這個領域 截至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公認的技術方案 它是一個非速發展的領域 從技術層面上來講 對照計算機 對照計算機 我們知道 系列、軟件、工具鏈等等等等 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幾代的計算技術 都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好 如果從芯片這個角度講 大概有兩倍吧 零記做的加速器 你會發現 哎 你說你怎麼也把這個東西 也列入到內腦了嗎 我後邊來給大家解釋 我這次我來看這個領域形態 就是一個是加速器 一個是神經形態 我們在目前用內腦 沒有用神經形態 是因為我們覺得 這個地方應該是神次 而不是形次 未來非要做的神經形態 不一定 在這個地方我們是用內腦 所以說我們說是 這個內腦計算機 當然 架路上 會有明顯的不同 這個 細節我就會講 那麼 光做芯片不行 你還是有軟件 也不去念 那麼 不管是 加速器也好 不管是 實際形態 芯片也好 其實現在 都有自己的 反應 我會這樣做 關於主要的神經形態的計算性面 我們做了一個說明 然後把這個技術 真正的熠練一下 我們看到 不同的團隊 它實際上 是從不同的層次 去看待內腦 這樣的一個概念 你可以通過程序 你可以通過程序 從程序 這個 就像 Spin-Liber 它是用的 ARM 和 構建了這樣一個 計算的系統 你也可以用 你也可以用 Trunaut 它是架構子 架構子 主要做推理 而Loyity 這是英特爾最近出的 它也是個架構子 那麼 再往下看 那又有電路子 Brinne Spill 很可惜 Brinne Spill 這個領頭人 去年 年底 我們的老朋友 這個去世 現在還 不太清楚 他們現在是接他的伴 是接他的伴 另外一個 電路級的 就是 單元電特性級的 那就是Nil Gray Nil Gray 它是一個 樹膜混合的 一個架構 再往下 就是漆建機 不是用的 Roy 它之前也是Roy 但是 叫Memrist 一組機 這是HT還有相當多的 專注研究 這一類的東西 所做的 所以說 我們做了這樣的一個 梳理 梳理 就是說在各個層面 他們各有各的高招 從不同的層面 來想這個問題 那麼 這個研究 它真正的挑戰是什麼 我個人的體會 它既不是科學的 也不是技術 而是 由於計算機 和腦科學 它們是 不同的學科 不同的特點 或者不同的文化 搞腦科學的 是拿著我們造的最新鮮精種 一切 發現新現象 發 Mitcher Science 拿著文化 這是它們的 計算機 這邊呢 有些時候 都沒有來道理 像如果 你到現在 現在 也沒有一個非常清晰的解釋 但是它非常有用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技術 去解決問題 開公司 賺錢 改造世界 兩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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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的車 不一樣 這是根本的 我是學物理的 我是學物理的 那麼 我們學物理的時候 一般都說 物理 四大力學 這個 統計力學 射小力學 射小力學 如果 我們只會 兩個力學 三個 你怎麼去解決 物理重量的問題 因為 力學 理論力學解決 那些 力的問題 電動力學 解決 電磁的問題 特別是 下醫相對論之後 已經沒有了 我們一直變換 到了 量子力學 那是完全一個 描述世界的方法 用極力的思想 來看待世界 那麼 統計 又是一個 多維 多力度的 這樣一個系統 利用統計來解決問題 它成了一個學科 你看起來 非常的自然 但是 在一開始發展 的時候不是這樣 如果你要去看內腦 你就會發現 核心的問題 我們沒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的知識總是殘缺的 所以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覺得力不從心 這是根本的問題 那麼 從長遠的去講 那一定要培養 多學科融合的人才 那麼這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 但是 畢竟那個需要是時間 現在怎麼辦 那就只有靠 多學科融合 那麼 說起來 多學科融合 實際上是個很難的事 如果 做 內腦計算局 這麼多的領域 這麼大的跨度 做這樣的一個 多學科深度的融合 是非常非常困難 那麼 從研究的層面 我們分了這樣幾個層面 就是說 基礎的理論 核心的技術 核心的技術 那麼基礎理論 實際上就是我們要去想 在這樣的一個系統當中 信息如何來表達 如何來計算 那麼 在芯片那個層面 我們就要想 那些信息怎麼攢 怎麼存 怎麼用 那麼從軟件的層面 就要想 這些信息怎麼來控制 怎麼來管理 怎麼來調度 把這些都解決完了 在系統層面 你還要去想 怎麼構建一個新的系統 當然我們會用 應用 作為反饋 來逼迫我們 來思考 這個架構的合理性 每當做 講內容計算的時候 大家都要問一個問題 他說 不理解人呢 憑什麼你這麼自信 你能夠把這個東西 做得出來 這個問題我們其實想的好處 最後 我是被張博論是不一 但是我自己決定 想明白 因為他當時 拜年 我每個星期去和他討論 每次他必問這個問題 最後在拜年的時候 有一天我說 張老師 我相信我想明白 怎麼想明白的事情 是這樣 計算機是把一個 所謂的十三維的 信息轉換成一個 001這樣的一個 一維的信息 你計算來解決問題 主評越來越快 換句話說你用的是 時間複雜度 你帶來的問題是什麼 你的相關性自然就丟失了 我們人看一個物體能夠在鏡子裡 還是在真實空間 我們打眼一看就贏了 計算機看了那個就不行 為什麼 就是那個相關性丟失了 這是我們現在很多人工智能不能夠很好發展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理 那麼腦呢我不知道它的基本原理 但是我們腦我們知道 一個神經元接一千到一萬個神經元 換句話說 腦和電腦是正好相反的 電腦是縮微的 它縮微到一千微到一萬度 換句話說 它用的是空間複雜度 如果說你這樣看的話 你就會知道 哦 這邊是計算機 我加一塊 假如空間複雜度 好 解決問題 真的是這樣嗎 還不夠完全 我們腦還有一塊 就是我們腦的編碼是spike 換句話說 我們除了空間複雜性之外 我們還有失空複雜性 所以你從這裡看 空間複雜性其實就對於現在的加速器 它就是一個空間複雜性的一個很好的 而神經形態它是失空複雜性 所以這兩塊實際上都可以歸結在這個領域 有了這個思想 我們就可以去設想 未來的計算架構是什麼 我們為什麼提到一個異共融合的架構 就在於我們保持原有的信息 另外加一塊就是在這個領域 這個地方加什麼呢 就加空間複雜度和時空複雜度 但是在這裡我們沒有把它割裂開 我們用了百分之三個代價 把它做在了一起 也就是說它既能夠支撐 現在人工神經網路也能夠支撐脈衝神經網路 這就是它的特點 這就是背後的學術思想 因為在這個後面把這個集成起來 它不但可以支撐現有的網路 它還支撐腦科學當中發現那些神經的回路 好了 如果把這些東西都考慮起來 我們就建了這麼一個系統 如何發展 我們就想 內腦內腦 難道非這是人腦嗎 效果贏十的七次方 十萬個神經人 十的七次方的偷住 現有的奈米技術 做這個很容易 如果能夠把這個做好 我們就可以解決很多放到門口的問題 而且從研究的角度 我們從離線再線 然後到自主學習 最終到IBM 用別人的口說的 就是人類在這個世界上最終一件事 到目前為止 我們做了兩款晶片 做了兩款晶片 對標的 第二代 實際上我們對標IBM 是性能上 性能上比它好 擴展性 靈活性 也都比它強 密度提高百分之二 速度一個數量 這個 這個 蓋寬 兩個數量 那麼 我們還做了一款 這個 不限活跌的一個 軟件工具面 那麼 用這些東西 我們如何來 發展 能夠通知嗎 經過好多的摸索 我們 就是 形成了一個自己的想法 一套自己的想法 就是說 我們構建一個系統 這個系統 它可以像人一樣去探測感知 過障 避障 語音理解 自動控制 自主決策 等等 然後我們會用這樣的一個系統 來研究發展人工通用智能的一些指導原則 為什麼 當我們有這樣的一個系統的時候 我們會去改變環境 比如加噪音 加更多的障礙等等 當你改變環境的時候 你就要改變系統 那麼如何來改變系統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你需要遵循一些放到門口的規律 你就會發現 我們怎麼從相似的東西當中 來幫助我們去找到新的方法 這是目前我們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那麼我們還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打一個內腦計算機 那麼現在正在測試 內腦計算到目前為止 就是有很多的爭論 其實這個非要等到最後 東西做出來才可以有最後的定位 但是那個就是多少年前以後的事兒 這裡我願意借亨騰老先生的一句話 來和大家分享 就是說 他說如果你有一個強烈的直覺 認為自己有一個很好的主意 趁其他人都說 No 這時候你就要注意 他說 他可能不是一個壞主意 他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原創的想法 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很多人說No的時候 他其實不知道為什麼說No 他沒有這麼深刻的思考 沒有真正地做過內腦計算 只是想像內腦計算在做什麼 所以在這個上面我覺得 我們應該向恨騰老先生學習 我講的這個東西我只講了三點 第一 內腦計算 我給大家分享 確實確實很重要 我認為它是一位 第二 內腦計算 做什麼 就是 原理 計算的動作 要麼怎麼做 就是多學科目 是 可惜 好吧 謝謝大家